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取得重大突破获得银牌的中国轮椅篮球女队全国工人先锋号 授予郭玲玲等49名获得金牌的运动员全国五一劳动奖章 11日 三星堆遗址祭祀坑发掘提取出多件重要文物 包括通高37厘米的大口尊 两件青铜走兽 以及一件发际保存完整的铜头像 目前 六个祭祀坑已出土金器 青铜器 玉器等激进完整器物近两千件 截至11日16时 福建此次疫情累计报告新冠病毒核酸阳性24例 其中6例确诊 18例无症状感染者 国家卫健委已派工作组赴莆田市指导疫情处置工作 福建莆田疾控中心11日消息 根据流调结果 莆田市先游县丰亭镇铺头社区临山村为高风险地区 下面是一组社会新闻 近日 公安部交通管理局部署全国公安交管部门 从9月13日起 开展为期10天的9架最佳集中整治行动 中国演出行业协会组织发起自律公约 微博 抖音等14个平台将对严重违规账号实施联合惩戒 11日 乱港团体香港教育专业人员协会召开特别会员代表大会 正式通过解散教协的决议案 此前 教协曾假借教育专业知名纵毒删报 11日 辽宁大连普兰电区一住户家中液化气罐泄漏引发暴然 导致8人死亡 5人受伤 河北保定市徐水区人民政府11日通报 保定徐水医羽绒加工厂发生窒息伤亡事故 导致6人死亡 11日 北京市教委会总公布义务教育阶段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白名单 首批共有152家非营利型机构 云南省瑞丽市公安局日前发布通告 面向社会征集举报设施设偷渡犯罪线 经查证属实的 每起奖励2万元人民币 下面是一组国际报道 俄罗斯外交部日前消息 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李亚布科夫表示 有确凿证据表明 美国多家互联网巨头在俄国家杜马选举筹备和进行过程中 有违反俄罗斯法律的行为 俄方决不容忍干涉俄罗斯内政的行为 近日 日本冲绳县一夜湾市公布此前驻日美军 擅自排放污水的检测结果 调查显示 污水中所含有机孵化合物 是日本政府设定标准的13倍多 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代表团 日前与几内亚政变军方首领举行闭门会谈 并看望被扣押的几内亚总统孔带 据悉 孔带目前状态良好 感谢关注央视新闻 如果你对今天的内容感兴趣 请在文章结尾处为我们点亮再看 我们明天早上见 中文章结尾处在显示 第四位